与太子成婚前一月 乞丐拿着婚书前来求娶 当晚 继母就用一顶小轿将我送走 而妹妹则代替我嫁给了太子 没想到太子不满赐婚 事事给妹妹难堪 还放任她被姬妾欺辱 而我所嫁的乞丐对我无微不至 还是流落民间的三皇子 最终斗拜太子荣登大宝 我被封为皇后 下令对太子一挡绞杀 妹妹匍匐在我脚下 疯癫地说我抢了她的荣华富贵 诅咒我不得好死 晚上心地将一把匕首插入我心脏 阿兰对自己的亲人尚且毫不留情 何况是震 在睁眼 我和妹妹一同回到了乞丐提亲那日 妹妹抢过乞丐婚书 嘴角是压不住的得意 我来嫁 我笑了 刚好 我也想换一个夫君 毕竟 辅佐太子登上皇位 可比让乞丐登上皇位简单多了 李思辰拿着婚书扣门时 我正在院中假妹 荷叶急匆匆赶来 声音有些急促 小姐不好了 有个乞丐拿着婚书说要娶你 老爷和夫人让你立刻去前厅 我理了李思输 尖刀刺入心脏的痛 仿佛是一场梦 我站起身子 扶了扶如群上不存在的褶皱 走吧 去看看 大厅中 李思辰举着婚书 侃侃而谈 这婚书是桑老太爷亲笔所写 做不得假 太夫大人要毁约不成 我来时 亦给所有沿途百姓都看过 这上面可是清清楚楚 写着要将太夫府嫡女嫁于我 若太夫大人不认 明日全京城就都会知道 太夫府言而无信 违信被约 父亲面露难色 他最近黄恩正农 正是着身的关键时刻 出不得半点差错 太夫府供两个女儿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继母所生桑起罗 而我已经许配给太子 桑起罗是父亲和继母心头肉 是万不可许给乞丐的 我刚到前厅 就遇到匆匆而来的桑起罗 他行色匆匆 三两步赶超我 急急上前行礼 继母看着突然出现的桑起罗 神色一正 忙对着父亲耳语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 父亲终于开口 仿佛下定什么决心 既如此 唯有两个女儿 便将大女儿父亲话还没说完 便被桑起罗打断 父亲且慢 说完她独不听钟 直直跪下 女儿今日对李公子一见倾心 只觉甚是投缘 说着她含羞待怯 看了李思辰一眼 嘴角是压不住的得意 女儿愿意嫁给李公子 还请父亲母亲成全 我笑了 这年头还有人上赶着嫁给乞丐 上一世这个时候 桑起罗并未出现 父亲在继母的挑唆下 将我嫁给乞丐 而桑起罗则代替我嫁给太子 没想到 乞丐对我无微不至 更是在不久后 就被皇室找回 一跃成为皇帝最宠爱的三皇子 我也成为人人称颂的三皇子妃 而她顶替我 嫁到太子府第一天 就因太子不进心房 成为全城笑柄 后来又被太子姬妾挑衅欺辱 日子水深火热 所以 这一次 她迫不及待 要抢在我之前接下婚书 继母脸色灯时大变 吏声喝道 启罗 你得了失心疯不成 你是桑家嫡出的女儿 怎能嫁给乞丐 桑起罗神色倔强 耿着脖子毫不退让 母亲 女儿知晓自己今日在做什么 若是无法嫁给李公子 女儿定会抱憾终身 还望母亲成全 父亲见此情形也没办法 只好同意 桑起罗缓下来 拉着继母到一旁 嘀咕了好一阵子 终于将继母将信将疑地安抚下来 回去的路上她拦下我 神情巨傲 桑兰 我知道你也回来了 这一次那个位置是我的 该轮到你去受辱 成为阶下囚了 我凝视着她 真心地笑 那就看妹妹有多少手段了 嫁给太子不好吗 开局便站在距离权力最中心处 锦衣玉石 荣华富贵 我的好妹妹啊 辅佐太子登上皇位 可比让乞丐登上皇位简单多了 和前世不同 这一世继母并未将桑起罗 以一顶小轿很快抬给李思辰 反而是选择风风光光 将桑起罗与我同一天出嫁 太夫妇一日嫁两女 一女嫁太子 一女嫁乞丐 被百姓们津津乐道 更多的是议论的桑起罗 在舆论有心的引导下 桑起罗被塑造成一个 不同流俗 守信履约 不目全贵的奇女子形象 而我毫不在意 比起这些虚假的流言 能实际握在手上的东西 更为重要 前世 我匆匆嫁给李思辰 既没彩礼 也没嫁妆 举步为奸 现在我扯着皇家的虎皮 继母不敢恳扣我一分一离 120台嫁妆 从离开太夫府那刻 就独属于我一个人 经过一整天繁琐礼节 我被送入新房 一直等到害时 我掀起盖头 轻声吩咐和叶 替我卸妆 小姐 这太子不会来了 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有场大戏 果然如我所料 太子今夜并未来宿 第二日天还未亮 门外就传来吵闹喧哗声 和叶探后匆匆来报 小姐 门外是几个良地 来给您请安 我不急不缓 吩咐和叶 慢慢为我梳妆 一个时辰后才现身 门外一众女眷 早已等得焦躁不安 问安后 一位身着红色如裙 头戴牡丹的女子 雨带鸡风 太子妃睡得可舒爽 昨夜太子喝多了 酒素在了紫云轩 折腾了臣妾一宿 周边几个姬妾听闻此话 不约而同怯笑起来 我打量了她一下 你是 她身边的丫鬟 立刻挺直腰板 这是赵良娣 赵良娣 我听说过 太子的心肩宠 前世欺辱桑起罗 最多的一位太子嫔妃 望一主子 拉下去 长嘴二十 把她那一身衣服 给我扒了 一个妾室在主子面前 怎敢穿正红 我瞬间爆发的气势 震住所有人 整个场面压屈无声 周围的丫鬟婆子 没一个感动 看看我 又看看赵良娣 良娣 赵良娣回神 眼神恶毒 充满挑衅 我看谁敢 我是太子最宠爱的妾室 桑兰你若动我 太子定不会放过你 我还以为她有多大能耐 没想到就是一个 依附太子的兔丝花 我晚了晚衣袖 走到她面前 怕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众人被这一巴掌打懵了 神色间全是惊惧 又暗戴窃喜 看来平日被欺辱的也不少 我转头吩咐荷叶 按这个标准 继续长嘴 长到第十下的时候 太子来了 兔丝花哭哭啼啼地扑进太子怀里 楚楚可怜 殿下 妾不知做错了什么 好心来请安 太子妃娘娘就要长臣妾嘴 太子看着赵良娣肿胀的脸 猝起眉头 一脸嫌恶地看向我 你竟如此善度 逼迫自己亲妹嫁给乞丐 又毫无容忍之量 桑兰 你真是恶心透顶 我抬眼看向这个上一世的对手 笔之匍匐在我脚下的憔悴 现在的他面如关玉 英姿勃勃 可惜是个是非不分 刚愎自用的主 他不输谁输 赵良娣依偎在太子怀里哭哭啼啼 声音婉转凄凉 殿下 是妾的不对 妾今日不该前来请安 太子低声哄了好几句 才又恶狠狠看向我 我算了算时间 应该快来了 就在这时 一个侍卫急匆匆跑来 太子 苏公公来请您与太子妃进宫 新婚夫妻第二天要进宫拜见 太子忘了 我可没忘 我在昨晚就寝前 就找人将太子 塑在机械处的消息递到宫里 经过一晚上的传播 就变成了太子不满皇帝赐婚 以此抗议 皇帝对太子本就颇有微词 雷霆雨露皆是天恩 太子此举看似家事 实则犯了忌讳 事已一早 苏公公便来催我们入宫 如我所料 太子此举惹怒了皇上 当庭被斥责 回城的路上 他一腔怒火无处发泄 走到半路将我丢下独自纵马而去 路过长街时 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桑起罗 他素面朝天 穿着一条天青色的乳裙 学着当年的我在当街卖豆腐 一旁衣着华贵的太子 正在与他攀谈 只见桑起罗神色坚韧 咬着唇绚然玉气 对着太子控诉我如何贪慕虚荣 逼他破架乞丐 我揉了揉额头 吩咐荷叶走快点 可纵使马车再快 也比不得骑马 太子先我一步回到府中 竟提前将府门关了个严严实实 荷叶上去敲门 里面毫无回应 打定主意要关我在外 让我难堪 周围开始有民众聚集 对马车指指点点 荷叶又敲了好几次 都没敲开 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他急得团团转 一双眼红的像兔子 太子妃 这可怎么办 我把下头上金钗递给荷叶 你继续敲 告诉外面的百姓 太子耳背 让大家帮忙喊一喊 如果能把门喊开 每人赏银五两 若是有人能帮我砸开大门 赏银五百两 金钗为赠 荷叶瞪大眼睛 心里发毛 却还是接过金钗 依着我的吩咐去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不一会儿就有两个大汉 上前同荷叶一同砸门 门外喊太子开门的声音 一声大哭一声 太子终于忍不住 派人来开门 我慢条斯里下车 一一谢过门外众人 才缓缓进入 刚一进院子 就被一双手扼住咽喉 抵在墙上 太子妃 你挺厉害啊 不仅逼迫亲妹妹 带你嫁给乞丐 今日还敢聚重砸门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掐死你 我紧了紧她卡在我脖子上的手 稍稍缓了口气 你最好是现在掐死我 否则 我不敢保证去年的军饷 与今年的矿山塌陷 会不会传到皇上耳中 太子神色大震 掐着我的手力道 变得大起来 咬牙切齿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还知道多少 我当然是 在前世调查你是知道的呀 不然 平三皇子那个农包 怎么可能赢得过 根基稳固的太子呢 不过 我并不打算告诉他 我全都知道 纪云州 如若今日我死在这里 你结党营私 私吞官吟 私养兵族的事 明日就会乘上遇浅 你猜 届时皇上会不会放过你 你可知 为何你身为太子 却依旧住在宫外 无法入主东宫 他缓缓松开手 神色满是不可置信 你还知道多少 我淡然地看着他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他神色晦暗不明 好几个瞬间 我都感觉他会杀了我 可他不敢赌 只敢与我约法三章 我帮他保守秘密 辅佐他登上皇位 他许我皇后之位 从此不再刁难于我 第二天 赵良帝找到太子哭诉 想让太子惩罚于我 却被太子包去红衣赶出门外 禁足一月 他不明白 为何前一天还纵容他 无视尊卑 言语羞辱我的太子 仅一夜间就判若两人 可我是知道的 这是太子的同名状 也是诚心与我合作的决心 和夜欢快地过来报喜 却见我毫无波澜 太子妃 难道你不开心吗 太子心里有你 他为你责罚了最受宠的嫔妃 我描摹完手上的寒山寿松涂 轻轻割下笔 和夜 你觉得女子一生 应当如何过才叫好 她歪着头想了一会 摇了摇头 不知如何回答 是像赵良帝那样 寻一个宠爱自己的主君 成为金丝雀 开心时就动弄宠爱 不开心就一脚踢开 我问她 还是如我一般 嫁作高门 睁眼看着夫君三妻四妾 备受挑衅 还要大度容忍 或是像寻常女子一般 嫁一个良人 男更女之 聊此余生 和夜摇了摇头 不解地问我 太子妃 这些难道都不好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 好 这些都很好 却不是我的好 和夜 你可曾想过 女子一生 并非一定得嫁人 也并非一定得依附附加 为何男人能出关入室 女子却只能困于后宅 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冠以夫性 在太夫妇 我是太夫妇小姐 嫁给太子 我是太子妃 可有人知道 我叫桑兰 和夜久久未从金叉中 回转过来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嘱咐她将此话收好 将来能卖钱 今天这番话 我不确定 和夜能明白多少 但我今生所图甚大 若我亲近之人 都不能醒悟 何谈其他 除了做好太子妃 本职工作 和日常帮太子 出谋划策外 我更多的精力 都铺在了投资经商 与笼络人才 毕竟 要想登上那九五之位 必要的两项是兵与才 兵 还不到时候 但是才 我有了嫁妆 且又先知 定能比前世 来得更为容易 我将嫁妆 一半用于经商 一半用于疏通关系 这一世 有了太子做靠山 一切都容易了很多 没有人敢在 我的铺子闹事 也没有人敢在流程上卡我 短短半年时间 我的资产就翻了几番 商铺开满整个京城 这一日 我与何谣正在巡视 城中商铺 听到百姓都在议论 说京城出现祥瑞 有户人家井中冒出金水 夜晚散发金光 隐隐还有龙吼之音 一是有真龙将士 我立刻有所警觉 派人去查 却发现 这一切都是 桑起罗搞的鬼 才成亲半年 他就已经按捺不住 要将三皇子真实身份 公之于众 真是蠢货 前世 我可是一边假装卖豆腐 一边散播信息 暗中联络三皇子母妃救部 但一切准备就绪 才敢显露人前 可今生这个时候 三皇子无兵无才 贸然回宫数不清的名枪案件 仅凭皇帝的是独知情 又能几何 太子找到我的时候 祥瑞已被请入皇宫 皇帝在金兰殿上 就连说了三个相 当场滴血认亲 封李思辰为三皇子 赐皇子府 而桑起罗 则顺势成为三皇子妃 一时间风头无两 和上一世一样 皇帝对这个 失而复得的儿子 极尽宠爱 流水一样的赏赐 送入三皇子府 更是时时照入宫中 教三皇子治理之策 尽显皇恩浩荡 而太子近来因为剿匪不利 对皇帝连连斥责 两相对比之下 朝局动荡 一处之言甚嚣尘尘上 此举助长了桑起罗的野心 宫中家宴 他将我堵在太初池甲山后 扶着满头猪翠 奚落道 姐姐看我本事如何 如今太子受陛下厌弃 姐姐若现在跪下学狗叫 他日三皇子登临大宝妹妹 或许可饶姐姐一命 和叶怒目远征 气得手抖 我轻轻捏了捏她 淡然笑道 妹妹慎言 既是他日之事 现在断言为时过早 露死水手又未可知 桑起罗脸色微变 恼怒地弯了我一眼 桑兰 你就是死鸭子嘴硬 等太子被废 我看你如何嚣张 我懒得与他计较 抬脚直接越过他 起罗 太子可不是靠放两句狠话 就能被废的 前世 三皇子被找回没多久 太子就被罢处 桑起罗只到是皇帝主义三皇子 才废太子 实则不然 太子罢处 是因我收集了太子不臣的足够证据 让三皇子在与皇上日日相处中 一件件透露给皇帝 让帝王生疑 最终在剿匪仪式上发作 罢免太子 今生 他仅凭剿匪不力 想要一处 未免太过天真 又过了一个月 太子富商归来 还政敬仰 皇帝将太子手上的证物 大部分转交给三皇子 更是让三皇子水涨船高 备受关注 随着三皇子荣宠欲胜 桑企罗愈发自大 长公主摆花宴上 她先我一步入席 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 静止坐在上手 身旁丫鬟小声提醒 皇子飞 这里是太子飞的位置 桑企罗佯装不闻 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 眼看我已进入大殿 小丫鬟有些着急 提高了音量 指着身旁的座位催促道 皇子飞 您坐错位置了 此处才是您的座位 丫鬟提醒的声音虽然不大 却刚好足够 满场贵妇们听得清楚 煞时目光全都聚焦在她身上 桑企罗不悦地瞪了丫鬟一眼 神色轻蔑 不过就是个位置 太子飞坐的我有何坐不得 如今满朝上下 谁人不知三皇子最受器重 我坐上席怎么了 丫鬟为难地看着我 太子飞 这 我摆摆手 笑道 不过是一个位置 既然妹妹喜欢 那便让与妹妹 我在这里稍战一会 不碍事 桑企罗搞不懂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以为自己赢了 摸着头上的发际 自顾自地笑 还是姐姐时的大体 我笑笑 并未回答 眼尖地看到 刚才的小丫鬟 已经越过漫杖往后头去 约莫等了一刻钟 长公主到来 众人礼弊 长公主看着依旧留在殿中的我 故作疑问 太子飞为何不入席 我脸任意理 分毫未提座位备战之事 臣妾自小便仰慕姑母风华 可惜姑母喜好清幽 无缘拜见 今日虽心愿得偿 可暗读太远 臣妾贪心 想要侍奉左右离姑母更近一些 还望姑母成全 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 却也并非作假 前世我就很仰慕 这位昭庆长公主 想要拉拢她 协助三皇子 却被挡在门外 说到这位长公主 也是位奇人 年少时 她为保大庆江山 合亲辽国 在辽五年 竟首任辽王 与大庆里应外合灭了辽国 回国后 便一直身居简出 一连十年不曾露面 直到我死招庆长公主 才开始动作 倒是个会说话的 长公主神色舒缓 墨地神色一粒 不过 本宫多年未曾出事 如今这脏东西 竟都捂到本宫面上来了 众人不明 所以匆忙站起 我确实知道 长公主怒了 任何一个上位者 都不会允许 有人在自己的地盘 搞小动作 藐视自己的权威 更何况 是刚复出的长公主 桑起罗纠战雀巢之举 正是长公主立威的第一刀 三皇子妃 请吧 两个满是肌肉的嬷嬷 走到桑起罗面前 向着门外做出请的姿势 桑起罗满脸不愤 恼羞成怒 不过是个位子 有什么稀罕 我竟你是长辈 才来参加宴席 太子迟早被废 我只是 话还未说完 一旁的嬷嬷趴得一巴掌 打在她脸上 只把她打倒在地 长公主阴沉着脸 示意嬷嬷将人拖出去 妄议朝政 重则二十 拖出去打 我看谁敢 桑起罗摸着肿胀的脸 缓慢站起 我是三皇子妃 谁敢打我 可惜 她踢到铁板了 这位昭庆长公主 可是让辽国灭国的人 一个不成气候的皇子妃 她还不曾看在眼里 两个嬷嬷下了重手 将桑起罗打得血肉模糊 丢出府门 三皇子知道后 去找皇帝讨要公道 第一次吃了闭门羹 百花宴之后 我与长公主亲近起来 除去打理商铺结交朝臣 剩余时间 我几乎都在长公主府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 我发现 长公主比我想象中 更为博学 且深不可测 一日 长公主问我 阿兰 若抛去你太子妃的身份 三皇子与太子 你更看好谁 我笑着打哈哈 公妃不亦正 若是妃要选一个呢 我摇了摇头 久久未答 就在她以为 我不会回应她的时候 我却正色道 我都不看好 我看好你 昭庆长公主殿下 从重生的一开始 我的目标就是你 昭庆长公主 我不信那个三岁作诗 七岁论证 十三岁和亲 十八岁首刃辽亡 收复失地的传奇女子 会甘心屈居忍下 我也不信 那个愿做天下女子表率 率先提出 女子一可入世的人 会抛下一身报复 永久折居于世 所以我任由三皇子七岩嚣张 蛊惑太子出兵剿匪 微妙地平衡这两位皇子的关系 就是为了让这位长公主 有机可乘 提前动作 长公主定定地看了我许久 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桑兰 你可愿随我一同颠覆这天下 开女子为官之先河 破除女德女界的牢笼 让天下女子不再困于后庭 从此男女平等 能者居之 我单膝跪地 恭敬一礼 臣愿笑全马之劳 由于三皇子根基尚浅 又不善笼络人心 加之他本人并不聪明 从小又在市井长大 目光短浅 皇帝恶补的几月 并为其大用 稍有困难就原形毕露 将政务处理得一塌糊涂 我派人时刻盯着 一有纰漏弹劾的奏章 就如雪花一般飞向御岸 皇帝不胜其烦 大为恼怒 不出三月 就夺了三皇子的参政权 朝堂的风向很快就变了 这手可热的三皇子 瞬间变成了冷锅馒头 桑起逻辑的团团转 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 上一世三皇子 可谓顺风顺水 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大的冷落 情急之下 刚好遇到我安排的太监 在他经过的地方 议论剿匪事宜 他突然想起 前世三皇子 就是剿灭了山匪大受赞扬 于是窜夺着三皇子 接下了剿匪的任务 可今生的三皇子 哪里会剿匪啊 刚到山匪地盘 就被活捉了去 对方要求皇帝 用万两黄金 与十年不再出兵 来换三皇子平安 消息传到狱前 皇帝气急功心 一口老血喷出 大病一场 朝堂乱成了一锅粥 常公主请出太子监国 要了三千精兵 亲自披甲上阵 营救三皇子 出发前 我去城门送他 用只有我们两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道 殿下放心 臣已安排妥贴 只待殿下剿匪成功 我安排之人 便会在街头巷尾 传送您的事迹 届时必定威望大长 长公主笑着拍了拍我的肩 桑青 你我之间不是敌人 甚好 我恭敬联手 笑而不达 捷豹来得比我想象中快 不过短短半月 山匪便尽数扶诛 三皇子也成功得救 在商会的推波助澜下 这位十年前的传奇女子 再次走入大众视野 陈年就是稍作美化 或说书 或戏曲 或传记 很快传遍全国 班师回朝那日 万人空相 只为一堵长公主风采 如此 才与人心都起火 只缺兵了 立东以后 皇帝身子时好时坏 朝局愈加动荡 太子每日奔走 偷偷养兵 我也没有闲着 将这些年经商所得金银 全数换成了御东的棉衣 充裕的粮草 送往边疆 三月之后 长公主收到七将军来信 愿随我主 如此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宫中开始频繁肇事急 皇帝身子每况愈下 时日异常 开始追求起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到底是我小瞧了三皇子 市井之人最懂蛊惑人心 打着找寻名医的皇子 向皇帝塞了几个会炼丹的江湖术室 又再次得到重用 皇帝日日服饰单杀 精神头一日好过一日 脑子却越来越糊涂 封了三皇子 一个七诸亲王 与太子分庭抗礼 公道狭窄 我再次对上桑启罗 桑兰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三皇子上次剿匪被抓是你干的好事 确实是我干的 但 他能奈我何 我将食指竖在唇前 妹妹肾严 空学来风之事 不提也罢 他上前一步 愤恨地抓着我的手腕 我最是讨厌你这副装枪做事的样子 桑兰 别以为你赢了 太子监国又如何 皇上还不是对我夫君言听计从 我甩开他的前置 平静地看着他 我的好妹妹啊 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 尘埃落定之前 鹿死水手由未可知 更何况 都这个时候了 皇上说什么 还重要吗 算了 说了他也不懂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丹沙必并显现 在一个合唱的舞后 皇帝一头栽倒在岸前 再没有爬起来 宫中运医来来去去 也只能暂时调住他的命 就连前阵子都还有效的丹满 现如今也逐渐失去功效 于是皇帝更加依赖三皇子 不断催促他帮忙求仙问要 这更加助长了三皇子党的气焰 不但在朝堂上处处排挤太子 更是明目张胆把持皇宫 我和长公主一商量 决定将计就计 第二天宫中就有流言传出 皇上要将皇位传给三皇子 这下太子彻底坐不住 偷偷聚集兵力准备夺功 与此同时我又将太子准备夺功的消息 放给桑启罗 三皇子更加紧张 竟然连夜逼迫皇帝写让位诏书 MBSP 情急之下 皇帝昏迷过去 生死不知 趁着夜色 我放飞信哥 通知城外驻军随时准备清军册 又绝不放心 一连换了几人用不同方法传递消息 和叶为我添衣 自从她明白我的野心就再也未换过我太子妃 小姐更深入重 早些休息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 充满兴奋 和叶 今晚怕是个不眠叶 丑时三刻 宫中终声响起 不多不少四十五声 庆帝崩逝 举国搞素 我与七将军会合赶到皇宫时 天边已经蒙蒙亮 太子与三皇子的人还在胶着 马匹踏入宫门 如入无人之境 到处的蚕食与鲜血 无不再诉说着 宫变的惨烈 昭德殿前喊杀 依旧刀兵不止 我向七将军一礼 退至身后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不出半个时辰 太子与三皇子的人被制服 桑启罗再次匍匐在我脚下 如今 她在没了前几日的雍容华贵 星红卓眼质问我 桑兰 为什么是你 三皇子呢 和叶嫌弃地 将我往后拉两步 不悦道 小姐你离她远一点 她一直没安好心 桑启罗置若罔闻 眼神空洞 无能狂怒 为什么你的运气这么好 桑兰你怎么不去死 我才该是皇后啊 我才该是这大庆 最尊贵的女人啊 你凭什么 我明明都选三皇子了 这一次 为什么还是你赢 我今天心情好 难得耐心 蹲下身给她解释 我的好妹妹 从一开始你就错了 无论我选择谁 我都会赢 因为无论前世今生 我都从未想过 将自己的荣辱与报复 寄托在别人手上 这些你不会明白 她的谋色突然变得很利 把下头上金簪 狠狠向我刺来 那你就去死 我们再重来一次 这次我一定赢你 可惜 没机会了 七将军猛地飞起一脚 将其踢出树杖 痛得她全在地上 无法起身 她缓了好久 突然形状癫狂 哈哈大笑 桑兰 你赢了又如何 太子妃贫重多 早晚她会厌弃你 我诅咒你身败名裂 不得好死 我揉了揉额头 我这妹妹有够蠢的 直到现在还看不清形势呢 太子 启罗 何人告诉你 最后的赢家是太子 今天之后 这大庆皆是 招庆长公主的天下 还有我俯下身 捏住她的脸 如今 你该称呼我为大人 我轻轻一甩 她猛地栽倒在地 头磕上石壁 静晕了过去 我缓不上钱 再次蹲在她面前 妹妹你知道吗 如果我不是要扶持三皇子 来和太子斗 你们根本活不到进宫 可她听不到 军事压戒着三皇子经过时 她直直地看着我 黄嫂 我很后悔 当初没有坚持娶你 我笑了 我也很后悔当初帮你 我说的是前世 她说的是今生 晨曦开始探头 太阳的金光洒落 连绵的宫殿 被镀成一臂的金色 我直起七将军的剑 狠狠插入三皇子胸膛 前世你送我匕首 今生我还你长剑 自此 两不相欠 长公主派人来问我 太夫妇和太子的处置意见时 我回了四字 但平均心 为人臣子 放肆一次就够了 怎可是事越祖带袍 不知分寸 独柳树斑驳的血迹 自今日晨时起 一整日都未曾干过 庆历三十七年春 女帝即位 改国号为夕 寓意光明 兴盛 女帝破除陈规 拜前太子妃桑兰为相 自此开启了女人 入朝为官的先例 女帝登基 推行新政选嫌举能 有得者居之 无论男女 无论出生 均可入朝为官 封侯拜相 我跟随于女帝身边 同他一起推行新政 改革思想 兴办女学 让女子不仅再是联姻的工具 更能主宰自己的人生 仅仅三年时间 就国风大改 臣府之风不在 整个西朝欣兴向荣 渐渐地 朝堂上不再只有我一个女臣 边疆出现了女将军 科局有了女叹花 又过了十年 我的学生已遍布天下 女人已顶半边天 我向女帝请辞 两辈子我都溃于工墙 今生我完成了使命 想要看看更广的天地 向来对我宽容的女帝犹豫了 临行前一天 我与女帝举杯同饮 喝到最后 两人都有些醉意 她罕见地向我说起当年和亲的经历 过了宁安便是草原 从草原一路北上 翻过雪山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漠 当年辽国之人醉喜在草原上纵马 据闻在往北走有一片水域辽阔无边 桑兰 这些景象 震惊声恐怕再也无缘得见 你替震看看吧 我走那天 是个明媚的春日 女帝并未来送我 出城门时 我向后挥挥手 并未回头 我知道城墙上定有一抹明皇 在目送着我远去 晚安